据NHK电视台,9月21日报道,从9月18日到20日,中国多艘海警船,连续3000,现身钓鱼岛相关海域,无视海商保安厅的警告使罗陵海,据悉中国海警此次出动了1401船,2302船,2308船和2501船,在钓鱼岛吉林区内进行巡航,期间还曾进入陵海巡邏。 而日报则出动了多艘海保船进行拦截,但是遭到了海警船的完全无视,从卫星图片来看,中国海警船牌,成了整齐的海商纵队,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破浪航行。 据报道,中国海警近年来发展迅速,连续服役了几十艘新型执法船,其中包括两艘排水量超过万吨的大型执法船。 此外,还建造了三艘054A型护卫舰舰体的执法船,并不断接收海军退役军舰加强实力。 整体实力已经跃居亚洲第一,有着雄厚的实力做保障,对于海上利益的维护也就更加有底气。 目前已经对钓岛形成了常态化的驶罗体制,以中国最新型的2901和2902号万吨海警船为例。 这是全球多艾最大的海上执法船,多艾达到了一万两千吨,堪称是中国海军舰队的旗舰。 感谢虽然多艾庞大,但是配备了侧推装置,能够在海上近距离的执法冲撞中灵活机动,利用庞大多艾和厚重装甲对国外船之形成巨大优势。 此外,万吨支法船还配备了76毫米,速射炮和多款小口径机关炮和轻重机枪,能够应对低烈度的海上冲突。 军事专家表示,像054A型海警船的建造,更是为中国海军的藏兵渔民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由于其采用了054A型护卫舰的船体,并且预留了各种武器装备的接口,在战时能够迅速进行改装,变身正牌的054A型隐身护卫舰,在短时间内加强和补充海军实力。 而退役的海军舰艇,虽然无法在海军继续贡献,却能在海警部队中发挥于热,这种采用军船标准,建造的船只,在面对其他国家的执法船时,依据有较大的优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